李文最新37秒录音曝光 大家好 我是阿珍 8月31号 昨天一段coco李文的电话留言爆了出来 应该是他打给他的友人朋友的这么一段录音爆了出来 30多秒 大家可以听一听这个录音 这个录音听完了之后就觉得coco当时是因为他腿疾造成的这种疼痛实在是太难以忍受 他自己已经崩溃了 然后他给他友人打电话 但是应该是电话没有接通 所以他应该是语音信箱他留的严 他说亲爱的我实在是疼得太痛苦了 他的声音就已经都带着哭腔了 然后他在说着说着他就哭了 他说我腿疼得吃不了 坐不下走不了 又睡不了 然后实在是太疼了 受不了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说我不是想传递负能量给你 我实在是难受 你看到能不能给我回电话 大概就是这么一段短短的录音 这段录音我们不知道是在什么时间 我们能感受到coco那种已经完全崩溃了以后的那种状态 他那个腿就是应该是疼的 他那个腿他疼得实在受不了了 又不能吃又不能睡 然后他估计是连站和坐 连站和坐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所以之前很多人讨论 coco那么阳光那么开朗 那么明媚的一个人 为什么会选择去走那条路 事实上就是有很多疼痛 是没有办法忍受的 我曾经在医院病房里头待了个时间比较长 陪病人 然后我就见到过很多那种 就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的那种 那种痛苦是别人很难理解的 之前见过有一个病友 他是食道癌 他做了手术 做了手术以后下了胃管 然后他那个伤口愈合一直不好 常年愈合不了 愈合不了 他就疼得不行 他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后来就是在家待着实在待不了了 然后就家里人又把他送到医院 在医院里头每天晚上 他就必须得打各种各样的 他就得打各种各样的药物 然后得止疼 要不然的话 他根本就连睡觉都不可能 吃东西也不行 就完全靠胃管 我能理解Coco的那种疼痛 就完全你抑制不了那种疼痛 你除非用大量的这种止疼剂去 那个会成瘾 那个会造成精神上的各种各样的损失 所以真的是很心疼Coco 其实当时承受的这种生理上的疼痛 就已经是非常的残绝人寰了 结果可能还在心理上遭受了非常大的打击 他之前在某节目的舞台上 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会一首歌都撑不住 他就会坐倒在地 他腿根本就已经没法站 没法躺 甚至他都连吃饭和睡觉都受到影响 就是那么严重 后来不还有其他视频 他被从那里面掺出来 他根本已经完全是无法行走的状态了 就那样他还坚持表演完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习惯了以己夺人 因为你不是他 你没有办法体会他那种痛苦 而且他还有癌症 癌症的治疗也是很痛苦的 后来他做了手术 我个人猜想后期就是他腿疾 加上癌症治疗期的这种痛苦 因为治疗癌症也是非常痛苦的 癌痛其实也是很难忍受的一种疼痛 加上他腿 他可能完全在生理上最后就已经被击垮了 他承受不了了 再加上心理上受到的种种的打击 他婚姻又不幸福 然后他参加综艺节目还被这样对待 所以种种打击 最后导致他选择了走这一条路 可能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 因为太痛苦了 有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病人选择自行离开 因为确实求生欲是每个人都有的 谁都想活着 但是如此痛苦的活着 肯定很多人就会觉得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会选择去走那条路 所以听完录音之后觉得Coco真的是太可怜了 其实真的是 可能他最擅长的最喜欢的就是歌唱跳舞 这些事情 当他不能自如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种打击也是无与伦比的 所以希望他的天堂可以没有病痛 然后自由的做他最爱做的这些事情 继续唱啊 继续跳啊 接着奏乐接着舞 好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将农中 Coco 我起来了 你可以打给我吗 我都在里 我都在腿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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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可以打给我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